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太子泰罗敢和他拼一拼吧 刚刚完结的太家中 贝利亚的克隆体又被拉出来鞭尸了一顿 而且还出现了新的黑暗奥特曼 这也是在致见贝利亚的第一个黑暗奥特曼了 杰德奥特曼的老爸名气这么大 可以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那么你们知道杰德的妈妈是谁吗 从来没人说过杰德的妈妈是谁 贝利亚自己当然也没有说过 关键的是也没人敢问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奥特曼中找到一些线索了 首先可以排除的人就是奥特兹姆 很多人都说贝利亚早年喜欢的是奥特兹姆玛丽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证据 而且就算是黑化之后的贝利亚 两次见到奥特兹姆都是一顿胖揍 而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台词 就算是前女友 你也不能打人的贝老黑 其次在杰德奥特曼的TV中 和贝老黑关联最多的女人就是亚里依了 于是有人说亚里依就是杰德的妈妈了 我只能说你是在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你在暗度成仓 凭空想象你在凭空捏造 在剧中亚里依就只是贝利亚的人间体 是为数不多的女人间体了 长相也是非常的漂亮 很有女人味 但是亚里依并不知道贝利亚的存在 他只是后期的时候被贝利亚强行附身的 而杰德奥特曼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很显然他不可能是杰德奥特曼的母亲 他只是一个人间体而已 那么杰德奥特曼是怎么出现的呢 在杰德TV中的说法 就是浮井粗K利用贝利亚的遗传基因 制造出了杰德奥特曼 那要说的话 杰德的妈妈可就是浮井粗K了 杰德奥特曼一直追随着贝利亚忠心恳恳 但是到头来还是被贝利亚说利用 连自己的生命都给了贝利亚了 看来他还真是深爱的贝利亚 贝老黑你这个渣男 你就这么对待给你生下儿子的浮井粗K吗 看来杰德的妈妈已经确定是浮井粗K了 但是在奥特曼之中 还有很多奥特曼的母亲都不知道是谁了 比如赵和奥特曼之中 就只有蔡罗的妈妈出现了 那就是奥特之母 其他的奥特兄弟都不知道妈妈是谁 希望远古以后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女性奥特曼吧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别忘了三连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